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们要讨论这两个主题 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很高兴 请到葛永光 葛教授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葛教授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的博士 也是我们现任的监察委员 目前他也是台大政治系与国发所的教授 葛教授在我们政治学界是相当具有声望 也是我们国家的十大杰出青年 好 这次请葛教授跟我们同学见个面 是 谢谢彭教授的介绍跟邀请 也很高兴能够再度跟同学们在空中相会 大家好 好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这两个主题呢 同样的我们把学习目标也让各位有一个了解 我们的学习目标可以分成底下 第一个是理解委任代表与法定代表的意义 以及它的优缺点 第二个是理解国会两院制与一院制的意义及优缺点 再来就是了解我国国会的这个定位 再来是认识国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 那底下是谈到立法院的组织系统跟职权 再来理解司法权的意义特质与功能 再来认识司法独立的主要的这个内容 最后是清楚立法院的组织系统跟相关的这个职权 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目标里面 跟大家所做的一个说明 那首先我们对于国会的立法机关之一块 我们在概念上必须要有所了解 因为国会它是属于民意的代表 那民意代表在我们学术的讨论上 它本身有两种的一个所谓属性的一个说明 一个是称为所谓委任代表制 一个是称为所谓的法定代表制 那到底什么是委任代表制 什么是法定的代表制 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那委任代表制通常来讲 它是以美国为代表 也就是说你选出的议员本身 必须忠实反映选民的意见 也就是他必须要扮演人民的喉舌 他不能够随便改变民意 所以这是一个委任代表制 很重要的一个焦点 那至于法定代表制呢 他是以英国为代表 他主要说选民 选出了一个好的民意代表 他就授权他去对公共事务 怎么样去制定或监督政府 他不必每件事情呢 都要去传达人民的意见 也就是说法定代表 是等于对一个民意代表的 一个资格的认定 他只要达到这个资格 选民就给予授权 但一定的任期内 再来决定他的表现 是否值得继续支持 所以过去我们理论大同编 首讲的选选与能 实际上也是跟英国的 这个法定代表制 是有点类似的 那针对这两种制度 我们是请葛教授 来给我们同学做一个比较看看 来说明看看 就是委任代表制 跟法定代表制 同样都是民意代表 那这两种制度 有什么优缺点 是不是请葛教授 给同学做一个说明 是 这个刚才彭教授 已经把委任代表 跟法定代表的意义 做了很清楚的说明 那么这个委任代表 当然就是说 老百姓选出来以后 那这个民意代表 基本上就只能够代表 地区的民意 代表他的选民的利益 来发言 他不能够有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看法 他等于是 就是民意的喉舌 是一个代言人一样 那这个好处呢 当然就是说 他可以把地方的民意 忠实地反映到 国会的决策里面去 让地方的民意 跟政府的政策的决定 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跟民意 是比较贴近的 那缺点就是说 这个如果每一个 这个民意代表 或者是国会议员 他只是去反映 地方的民意 那每一个地方的民意 都不一样 所以在国会的决策过程当中里面 就很难去整合出一个共识 那么所谓的国家的民意 全国性的利益 跟地方的民意 他有时候就没有办法 整合在一起 有时候会互相对立 有时候会互相冲突 但是法定的代表 我们有时候说 他是一个像委托人一样 就是说我民意 民众把你选出来以后 我是委托你去 帮我去参与 这个国家政策的决定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良知 根据你专业的判断 我反正我选你出来 我就相信你 你会代表我最好的利益 去发言 那我代表最好的利益 不一定是完全符合地方的利益 有时候国家的利益 我要照顾到 因为国家的利益 有时候可能优先于地方的利益 那国家的利益照顾到 有时候并不违反地方的利益 所以这个完全是由 这个法定的代表 自己去判断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那这个法定的代表 他可以兼顾到 整个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只是代表 选区的 比较地方的那个利益来发言 他可以照顾到更广的 这个事业 可是缺点呢 就是有时候 他会跟地方的民意脱节 所以这两者之间 优缺点都有 好 所以这个两者都 优缺点都有 我们怎么样是说 能够保留他的优点 而减少他的缺点 那这个就比较高的艺术了 那现在我第二个问题要提来 就是说 依照我们这个过去的经验 我们台湾的民意代表 就是我们立法委员 这个民意代表 基本上 他是比较偏向委任代表制呢 还是比较偏向法定代表制 以他的表现来看 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一个 美牛收入金的事情 我们就很明显地发现 比如说国民党的议员 他是执政党 他所做的决定 他的这个党籍的立委 应该全力支持台队 可是现在党籍立委却跳出来 跟着老百姓一起在对抗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是不是请可叫做最简单的评论 我们的制度跟美国不一样 跟英国也不一样 美国跟英国都是所谓的单一选区制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双轨制 我们有单一选区制选出来 从地方选出来的这个立法委员 我们还有全国不分区的制度 全国不分区也选出一些立法委员 所以理论上来讲 我们当初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全国 既然叫全国不分区 我们就希望你的思考是比较 能够做全国利益 代表国家利益来思考的 那这个单一选区选出来的这些立法委员 他就比较像这个委任代表 英文不是有意义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这个对这些委任代表 从单一选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尤其是正确 他们所有的思考都是选区的 所以你说美流的议题 他即使是国民党 中央的政策是要支持美流议题 可是他站在地方的利益来看 他还要站出来反对 那这个就变成是一种矛盾 我们这个制度就是希望说 全国不分区 跟这个地方选出来的这些立法委员 能够做某种程度的调和 让整个这个国会 在进行政策讨论的时候 他不会过于偏移流入说 我只思考地方的利益 我也要适度的去考量 这个国家的利益 那当然就是说 刚才彭教授提到的有一些 这个包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也去反对中央的政策 那这里面就包括立法院里面 本来也就有政党政治 就是你国民党的党团的纪律 怎么去贯彻 当中央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重大政策 你党籍的议员都要支持的时候 那你的党籍看能不能贯彻下去 这个就是政党政治 国民党本身 他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一个法定代表 跟委任代表 既然他各有他的优缺点 因为政治毕竟是高度的艺术 而且必须要有智慧 让他的这个优点能够保留 而缺点能够尽量把它减到最低 那这样子才能够符合 所谓国家跟全民的利益 那毕竟这个是 不是短时间能够 所谓的立刻解决的 还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怎样形成共识 那另外我们再提到 另外就关于这个 立法国会的这个体制的问题 这个体制基本上来讲 最简单来说 它有所谓的一院制 也有所谓的两院制 那这个一院制跟两院制本身 当然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 都并不见得完全一样 那一院制他的决定 跟两院制的决定 也有所不同 那通常来讲 民选之议员单独组成 一个行职议会执选者 一院制 如丹麦 芬兰 以色列 瑞典 纽西兰 独孙堡等国 都是这个情况 那另外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由民选任命或世袭的议员 分别组成两个 个别行使议会执权的 且当两院议决一制时 才产生效力者 就是两院制 像英国 美国 日本 瑞士 比利时 意大利 阿根廷等国 都是类似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说明 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在底下再继续讨论 成绩刚才那个主题的本身 我想请格教授说明一下 我们的国民大会 立法院跟监察院 过去都是人民选举 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次三院的国 属于国会是三院制 那中间的这个变化 是不是能请格教授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我们从单一国会 不是三国会会变成一院制的单一国会 而基本的原因 是这个过去大法官是自76号解释过 就是立法院国民大会 还有监察院都是民选的国会 所以我们过去是三院制 那因为国民大会代表也是民选的 老百姓投票直接选出 所谓的这个国会 它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你这个国会的成员是选举产生的 立法院当然是老百姓投票产生 过去监察院是由省市议会 也就是台湾省议员 还有高雄市台北市市议员 三个民意机构投票产生这个监察委员 所以它既然是选举产生 这三个机构就被解释成为 都是代表国会的三个机关 那后来这个在修宪的过程当中 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任务型国大 我是主席团的主席 在我们的手上把国民大会废除掉了 所以国民大会就废除掉了 那监察院后来在修宪的时候 就把它改成这个 不是由省市议会来选举 现在监察委员是由总统提名 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所以它不再是民选的机关 所以它也不再是国会 所以我们就从三院制变成 现在以立法院为代表的一院制 所以它中间总是有一些政治的 特殊的环境的因素的变迁才产生 就如同葵教授来讲 你曾经当过国大代表 却国大代表自己 却把国民大会给废除 这个自杀性的一个讨论 全世界各国是很少有这种现象 那也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政治环境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我一直是主张两院制 我认为把国民大会作为上院 然后立法院作为下一院 那么立法院就代表选区 那么这个国民大会就代表现市 我有一套主张 当时我记得在辩论的时候 沈富雄对其他人都 他们的看法他都不同意 但对我的看法他很同意 对我还是没有公式 所以这造成这样的变化 政治的考虑 对对对对 那底下我们就谈到这个国会的这个选举了 那我们台湾这个国会的选举 像立法院来讲 他第七届起有113人 然后任期是4年 连选只可以连任 于每届任满前三个月呢 然后依规定选出 那我们也采取所谓单一选区 两标志的方式来去处理 那这个单一选区两标志实行之后呢 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制度本身 基本上是表示这个肯定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想跟葛教授 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最近举办 这个第八届立法委员的选举为例 各政党全国不分区的当选名额 它的分配是按照新的规定来 就如同荧幕上这个表格 大家看到的各党本身 依照得票数的比例呢 它可以有一个全国不分区的 当选的这个名额 它的计算的方法 就是目前表上所显示的这个状况 那针对这个表是不是 葛教授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看法 能够对这个表所呈现的数据呢 有一些值得我们关切的问题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选举制度 就是单一选区两票制 那么批评者多半有下列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制度 本来就是对大党比较有利 对小党比较不利 那么因为我们像这个政治学者 这个Douglaser法国的学者 他有个很有名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定律 就是单一选区制容易促成两党制的产生 所以他有利量 所以在这个制度之下 国民党民进党是获益者 小党就比较吃亏 那这一次这个台联跟亲民党 那么之所以能够获得过5%门槛的这个选票 在立法院获得席次 以台联来讲那是民进党 你让 在选举过程当中民进党公开支持说 希望支持这个台联 那亲民党是也是选举策略成功 就是用总统的选举来拉抬他 整个政党不分区的这个席次 最后也过了5%的门槛 但其他的小党就全军寂寞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5%的门槛 那么在单一选区里面我们都晓得 其实大部分的席次都被两党吃掉 你小党要在单一席次里面能够存活 你看这次一个都没有 所以几乎是很难 那在政党的这个选票里面 5%的门槛 对小党来讲其实也不算低 所以有些人是主张 把这个门槛能不能够降低到3%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那么就是说假如我们 当然其实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假如大家是支持两党制 那现行的制度就让它维持 但是假如大家是说两党制之外 还希望有一些小党能够存活 那现行的制度可能就要去做一些调整 第三个就是说对小党不利的也就是说 譬如说像这个政党这个不分区的 这个保证金制度 你每一个人要20万 那通常我政党提名的人 通常都是政党想办法帮你去负责20万 所以对小党来讲 他的资金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 这个保证金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那么这些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制度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 就如同葛教授讲 假如我们支持两党制的话 目前的制度基本上 他的这个目标跟运作机制是一致的 但是假如说我们因此而忽略了那些小党的意见 或者说将来两大党本身勾结在一起 而忽略了其他小党的一般人民的民意的话 违反了社会公益 那这样的可能就比较不利了 所以基本上假如说这两大党 假如这个制度不改 两大党怎么样照顾这个少数这个党的一些利益 能够反映在他们的决策里面 可能就减少他的一个缺点 好底下我们就谈到我们的整个国会的组织的运作 那国会的组织运作以目前最新的立法院的组织图 那个表上所提供出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越来越精细 而且专业分工的情况 可以说也非常的继续迷移 那这是整个大体的这个情况 对于立法院的功能的达成是有它一定的一个功效 不过我们在这个讨论的问题上 倒是愿意提出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依照我们立法院本身 他本身每个国会议员有所他的国会助理 那国会助理基本上是协助国会 怎么去问证研究法案 来提供这个法案的制定以及监督政府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国会的助理 在整个实际的运作上 好像跟先进国家不太一样 先进国家国会助理的专业化的程度 专业分工的程度是比较健全 而我们的国会助理 在专业分工上好像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助理很多自己亲戚朋友的小孩 或者自己的小孩 他从来不进国会图书馆 从来也不知道怎么研究这个法案 那这样的话 我们引用人家的制度 可是我们的功能不见得达到 那对这个问题是不是 请各位对这个事物做一个评论 是我们现在的助理制度 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检讨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亲属要不要限制 那就像彭教授刚刚讲的 我们助理是希望他做研究 提法案 帮助这个立委问证 可是有一些立委 他就是把他的太太小孩 都拿来做这个助理 其实是用人头去领这个费用 那这个在有一些案例里面 也被起诉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检讨 第二个就是说 立委的助理 通常分中央跟地方 那我们很多助理 他是属于地方型的 因为现在尤其是单一选区 你要连任 你必须要把地方服务做好 所以他反而把这个助理 大部分的人力配置在地方 去帮他做地方的服务 那我们期待的助理 是希望他在中央能够多问证 这中间就有一个矛盾 有一个落差 那这个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是值得研究 最后一个就是说 立委的研究的能量 因为你把这个助理 大部分移到地方去以后 他的研究的能量 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最后就变成立委问证 因为他没有好的人 帮他做研究提供政策 他就变成作秀 在立法院问证的时候 就变成作秀 或者是用肢体的语言动作 来吸引媒体的注意 这使得问证的品质下降很多 所以假设我们国会助理 是严禁于先进的国家 我们应该学人家 学得更像一点 所以我们相关的法会 应该做相关的一个修订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回复到他 国会助理的基本的功能 我们大概休息一下 再讨论下面的主题 好 那下面的主题 我们谈到这个司法机关的 这个组织运作 跟他的功能 那我们司法机关 主要当然是主持正义 以国家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独立立场 怎么样去分辨是非善恶 去做一个正义性的一个裁判 所以我们司法基本上 他的目的 是非常的清楚 在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说明 司法机关的功能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归纳起来 可以分成以下这几点 那第一点呢 是确定所谓的犯罪行为 那第二点呢 是解释法律 与司法性的 这个相关的立法 那第三个呢 可以监督政府呢 执法的一个效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在这个功能当中 我们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 现在已经遭受到 很多的一个质疑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的 请调 葛教就说 既然司法机关是以体现 这个社会正义为目标 请问 这是绝对的社会正义呢 还是相对的社会正义 是否各国的司法 很难在这个 这两个观念上 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平衡 从我们学 社会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绝对的 真理是相对的 因为你认为对的 我可能不认为对 所以所谓的社会正义 是要从相对的角度去看 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 弱势的团体或个人 那么要特别去照顾 可是什么叫弱势呢 它是相对的了 那么今天这个 在台湾 它可能是弱势 可能到别的地方 它不是弱势 那所以你从相对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法官在做这个审判 审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一定要有一个 相对的这个观念 不要用一种绝对的价值观 去做这个审判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样子很容易 留于主观偏执 我是比较倾向于 从相对的观点去看 什么是社会正义 当有些人面临到很大挫折的时候 经常会讲 天下没有公理正义 那上他讲的是 没有绝对的公理正义 可是相对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尽量往好方向走 所以另外对于这个 司法正义的本身 你司法必须要独立 那司法独立之后 它才能够 对于社会正义 能够比较具体的一个体现 通常我们司法的独立的本身 包括相关的这个 国家的宪法 都有这个规定 比如说德国的基本法 它就很清楚的说 法官因独立行使之权 并只服从法律 那我国的宪法呢 也明确的规范了 这个法官必须要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而不受任何的干涉 这都是表示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 司法独立呢 它主要的内容 可以分成这几个重要的项目 一个是所谓的司法组织的独立 一个就是司法 这个所谓审判的独立 那再来呢 就是所谓的司法人事的独立 最后呢 是司法预算的一个独立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独立的本身 对于这个司法正义的体现 当然会有它的一个帮助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我们一般讲的司法的独立呢 仔细来去分析的话 它是不受政治的干涉 也不受暴民的威胁 不受舆论的影响 而且呢 它裁判效果是独立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想请葛教授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台湾的这个司法 一直好像人民不太相信 它真正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第一个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这个司法系统里面 法官本身要去检讨 就是法官本身的人格 操守没有受到大家的信用信任 譬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案例 法官受惠 那你受惠以后影响到你的裁判 司法不公正 当然会引起大家的这个诟病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政治的介入 刚刚提到 那尤其在过去 我们比较常看到 就是说有一些高层的 这个政治的力量的介入 那么使得这个判决 这个转弯或者是改变 那这个我觉得是 造成人民不信任的 这个原因之一 那我觉得就是说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像现在 这个高层的介入比较少 跟总统的理念当然有点关系 那么另外就是说法官法在修正 对于不适任的法官要淘汰 因为过去终生子 终生子就是说法官乱搞 你没有办法去淘汰他 那现在对于不合适的法官 那么透过法官法的修正 有一个淘汰的机制 那我觉得会可以让好的留下来 让不好的退下 这个对司法改革是有帮助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司法的改革 现在司法院部分 也结合民间的相关单位 一起在研究 一起来改善 因为万一我们司法假如腐化 司法本身这个没法体会社会正义的话 基本上政府的本身的机制的运作上 就会缺缺 当人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 我们国家本身能不能再往前发展 当然变成很大的问题了 好 今天时间关系了 我们这个主题就讨论到这边告个段落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也谢谢葛教授的参与 好 各位同学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商用英文2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